是的,其實現在最大拖累的港股和內地股市 就是爛尾樓事件 跟大家講講的背景資料 其實上個月30日恆大在江西有一個樓盤 業主集體發了一份強制停泰告知書 因為去年5月恆大就知今年斷裂停工 所以買了樓花的業主就收不到樓 但他們就要繼續供樓 所以他們現在就是說遲遲未有一個收樓的時間表 而他們正在供樓 他們的心也很不舒服 而且都想維持住自己的權益 他們就警告今年10月底前就需要要求恆大復工 否則他們11月的時候就會停止上還這個銀行按揭貸款 去保障自己的合法權利 這個事件就是針對恆大其中一個樓盤 但是這個聲明事件發出之後 其實因為國內就有不同地區 亦都有不同房地產發展商興建的樓 都有爛尾或未能夠準時交樓的情況 其他多個地區的業主都開始響應 就向地方政府和發展商施壓 數據上之前就有一些報道 說到現在涉案的樓盤大概就已經是300個左右 涉及的省份去到25個省份 其實看到一個牽連刀大 還有看到可能有機會只是冰山一角 接下來會陸續揭示問題出來 好 兩個情況去看 第一就是看了內房 現在就是他們原本就已經資金鏈斷裂 交不到樓 現在如果那些按揭貸款 那些業主再不肯還錢的時候 對他們的衝擊是會有多大呢 譬如剛才說 有一堆內房公司已經是交不到樓 但其實那一堆已經很多都是停牌的了 對現在繼續trade的股份 或者那些內房股 對他們的衝擊會有多大呢 現在可以讓你trade的內房股 多數就不是 你就覺得很穩陣的 我又不敢說現在可以trade的一定是穩陣 相對是穩陣 不要這麼快拿結論 但是你在說 就一定不是恆大 難未難到飛氣的樓盤上 大家經歷完四月份 為什麼有這麼多內房股停牌 為什麼要停牌 就是因為他們還未能公佈到一個好的倉務數字 甚至有一些真的準備做債務重組 所以你不會一概而論 如果你在這個時刻一概而論 那個內房板塊怎麼看 我會叫你不要去買內房板塊 因為這一刻 這是一個市場上最高的風險 簡單來說 是整個股票市場上地雷區 最嚴重的地方 投資市場永遠高風險高回報 你想嘗試就進去掘金 但前提你要先了解市場發生什麼事 第一方面 你不會把整個內房一刀切去看 內房我覺得你可以分三類型的層面去看 有一些真的出名穩妥的 圖表上我們比如說688、1109那些 那些我看好的 那些真的叫做穩妥 但你說有些未停牌 近期跌到飛氣那些 說像龍湖集團 碧桂園 我心裡覺得它穩妥 但我一定不會建議你買 因為市場上都覺得有些問題 你要明白就是整個內房板塊其中一個問題 為什麼市場上那麼難去投資 一個原因就是 這一刻我們通常在看股票上 看財務報表 但是很多內房的債務問題 有些表外負債問題 可能就是出業績 說表外負債的問題來自什麼時候 2017、2018左右 當時可能有些合約 有些表外負債 五年後才會進入財務報表上 2017加5等於多少 就是2023年還有這些時間 所以這一兩年 市場就很擔心 很多表外負債的問題 其實只是短暫性 未來就會在業績上慢慢發展 所以為什麼市場上的季度上 對於內房公佈的 業績的反應這麼大 就是在說這一件事 所以你說短線來說 一些市場上不買的內房股 我不敢保證大家真的說沒事 可能我看漏東西 或者可能我錯過了一些資訊 所以你暫時說 第二方面就是 有些好像2007、玉輝 或者龍湖集團那些 債價都被人拋售的示範 一定有影響的 第三方面就是停牌那些 那些是遇到爛的 所以現在你猜的問題就是 究竟是冰山一角 究竟是爛的那些繼續爛 還是說漫延到去 就是說第二個層面上 六八八的那些 只是跟著那個板塊跌 你不需要太關注 即是連六八八都害怕那段時間 整個板塊 你可以有一個 相信就是中國玩完了 即是未去到這麼悲觀的狀況 一定是這樣說的 但是你說的如果 碧桂園那些 短線的股價這麼厲害 就是我們會擔心 我們會不會看漏了一些東西 即是有些說表外負債的問題 根本就是看不到 現在說他們那些境外債 的確是被人拋售 如果你說碧桂園那些債務 即是如果真的沒事 那些債價或者那些債券 這個吸引力是很大的 但是問題是 為什麼市場在沽售的情況下 就是擔心資金鍊斷裂的狀況 剛剛回到你那個層面上 就是資金鍊斷裂的狀況 業主不供樓 對於恆大來說 那個影響是不是大 恆大只要少一元 它都會有影響 因為本身的狀況就是不夠錢 所以你說的問題 影響一定大 但問題就是去到碧桂園的層面上 究竟它是不是有很多藍尾樓項目 其實你想回過去這半年 為什麼內地有這麼多扶持經濟 或者找樓市的措施上面 大前提第一就是確保沒有藍尾樓 所以短線來說 現在黑內房市場發生什麼事 基本上就是在考驗中央他們的執行能力 究竟能不能夠處理這個事件上面 絕對不敢射爆彈給你 所以當你問他們怎麼看的時候 第一方面 你有這樣的想法 沒有什麼想法 發生什麼事的時候 不要去碰 你不可能不知頭不知頭 純粹聽別人去判斷 去猜內房發生什麼事 如果我們給的建議 現階段 你最多都是買一些穩健的內房股 68109那些 我覺得那些沒理由博的 真的有問題的 但你都不是這個水平上面才開始去搏 特別現在開始有些散碎的狀況 所以如果你真的有興趣去買的時候 第一一定是分住級 第二方面 可能你是22元以下 開始買600元分幾住去買 我覺得可以的 但也不敢代表一定沒有事 但對比其他內房股 它已經穩固很多 相反地 當如果連這些債價都被人拋售的情況下 沒有話可說 到時候恒指 不要說15,000至18,000 上午就知道 15,000至18,000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所以暫時來說 深層就是 你要明白 這個本身是市場最高風險的辦法 這件事搞得定 股市是安全的 但問題是短線來講 股價或者資金上 告訴你就是市場很害怕 所以暫時來說 如果你是拿著這類型的股份上 看你什麼 第一方面先不要亂加 你又要計算自己的風險承受能力 很多可能買了碑桂園 或者是那些有問題的內房股 沒有了50%以上 已經有居多 想想自己有沒有風險承受能力 繼續收買去 沒有的情況下 你是要迫於指示的 不要